還在這個腳耶 小姐你先在那邊安撫他 急腳手持緊棍 大力猛砸車窗 媽媽心急如焚 因為一歲大的小寶寶 被反鎖在腳車裡頭 車門一開 瞬間聽到寶寶嚎頭大哭 媽媽這次還終於鬆了一口氣 放下心中的大石頭 好 沒事沒事 我要帶他去看一看 這邊跟醫生講一下這個狀況 看他有沒有動暑的問題好不好 因為天氣很熱 他怕他會有狀況 桃園一名王姓媽媽 14號下午把車停好後 起火要到後座抱孩子 下車卻忘了拿遙控器 聽到車門突然咖的一聲 車輛瞬間自動上鎖 緊急打電話報警求助 聽駕駛人同意後 急遲警棍將車窗擊破 順利開啟車門 只是下車怎麼會自動鎖門呢 專家解答 可能是車款的年份比較舊 才會在熄火後 保留自動上鎖的功能 大體上是在2010年以前的舊款的車 不是一個遙控器連動整個車的 基本上它只是一個防盜功能 它如果沒有熄火 基本上也不會上鎖 目前大部分市售新車 遙控器會連動系統 因此駕駛離開約5公尺 才會自動上鎖 初心媽媽也坦言 因為家裡有兩輛車 估計操作房市量貨 也幸好將會鎖車事件 有經無限 平安落幕 接下來劉長 姚立航成光與桃園報道 我是陳俊庚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